本节目由苏宁拼购独家冠名播出 那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进步吧 塔登伯格那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开出的哨音由PPT给您带来的 209赛季的猪超联赛第30轮 听泰达在主场去迎战重庆思维 挡开右脚的纯中球给到军队里出路投球的机会 传的是真不错啊 郑凯木也包到这个位置 是的啊 装作的是真谨 没错 好球 哎这边啊 差一点外围 这脚的元素 嗯 朝阳这一下 再来一脚 当然这脚呢 打的就是比较离谱了 给到中间 能不能转过去 再给直线 还不错 停的也很漂亮 到进去里 中间看看瓦格纳 调整右脚的射门 扣回来 右脚再起 到中间 投球的攻门 这段时间我们看程庆思维这个进攻是不错的 左脚外围远射 来自于大摩托非常地地尿 哎阿德里安很聪明啊 将球断下来 给到外围 看看这脚右手的射门 顾家顾得好啊 这脚球 讲者打得不错啊 阿德里安的这一球 给到后点 后点 做投球的攻门 顶得还是太正啊 这下其实啊 罗斯文可以往中路摆进来啊 是的啊 他呢是想投球直接是攻击泰达球门的近角 阿德里安拿球的话 其实泰达的队员还是要注意一点 看看这边到几近里了 阿清彭停下来 左脚先来一脚 球进了 瓦格纳啊 一个大大的拥抱 抱起了阿清彭 这球阿清彭停得很好 当然呢 回坐回来发现瓦格纳就在他的身后 最后的瓦格纳来上一脚 这球还是进的 虽然说可能并不是说想故意的一个配合吧 但是这两个人呢 在无形当中还是形成了一个默契的连线 再一拉 坐回来 有吗 右脚大门 哎呦 这球 还是阿清彭再做二锅一的配合 阿清彭摔了 这球瓦格纳你看啊 让阿清彭赶紧起来 没犯规 咱们刚才反正看见是有一个拉手的一个动作的啊 其实如果说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 迪勒马提手上有一点动作 应该是要给了 应该是要给了 来看看曹阳的出跑 好 打门球切了 非常的轻松 曹阳为天津泰打打进的第57个进球 金门带刀后卫曹阳 这样的话 这个比赛来到了一个2比0 我个人感觉 可能胜负的这种意义并不是很大了 因为今天这场比赛 其实对于天津泰打来讲的话呢 当然获胜的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但是圆满的一个结局 那就是曹阳啊 瓦格纳 这角度有点小了 后点还有 再打门 打在了立柱上 是的啊 这台沐今天其实有好几次的机会 两个投球啊 我觉得这是得慢慢来的 慢慢培养各方面 对吧 哎呦要倒勾漂亮 阿兰卡尔德克 这球没倒勾进去 很凉贯 好凉费 好凉费 好凉费